加藤嘉一 专栏作家 1984年出生于日本伊豆 2003年4月非典高峰时来到中国 毕业于 最大的不同就是打工这点 就是很受惠的 生活的空间不一样 你生活的节奏不一样 比如说日本的大学生呢 基本上是不提供宿舍的 不住校 因为我们在校园里 当然有食堂 有宿舍 有图书馆 但是住宿在外面 所以我们大学生 也跟其他的劳动者是一样 你得想办法到外面租房子 那当然房东不可能给你便宜的 不可能给你一个折扣的 都是一个平等的条件 所以日本大学生呢 就是典型的早上起来 然后比如说除了上课之外 可能有些学生 可能比较喜欢社团呀 或者说比如说社交 包括谈恋爱 但是其他时间基本都在忙打工 大概每天要打五个小时左右 包括东京大学可能比较好 包括早到晚大学那样的学生呢 也是要到麦当劳 星巴克 那样的所谓的体力活 干体力活 我本人也干过很多活 比如我干过的 应该说挺多的 我是从13岁开始嘛 这个送包纸 每天早上三点钟起来 送包纸 还有的话我擦过窗户 刷过碗 我什么都干过 我觉得日本年轻人 就是干这种体力活 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 所以可能两国大学上的差异 就是这么一个打工这一点 所以就是说日本大学上 更容易走向社会 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人 那我在今天中国的大学上 面临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从大学 这么一个青春的 这么一个时期 走向社会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碰很多的钉子 过渡期也比较长 过渡期比较长 所以要有更长的 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 那我呢 我在北大读了四年 然后再加上 那个研究生的课程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感觉 其实挺舒服的 是吧 你不然洗衣服啊 这个包括对我来讲 跑步啊 走会迷糊嘛 比如说跟疫情散步啊 是吧 都是能够在校园里解决 其实这样的话 可以降低很多成本的 是吧 比如说我学校一年住 大概是一千多块钱嘛 是吧 而且你的这个校园 那北大再大也不可能 要花一个小时 但是日本大学上 他们在路上 每天上学 路上花一个半小时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包括当时读高中 我是每天来回 30公里自行车的 这是很正常在日本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今天中国的 这个高中上也好 大学上也好 他们在路上的时间 非常的短 成本很低 但是它有非常大的代价 比如说你这个生活空间 过于的封闭 保守 你很少有机会 能够跟你不同的人打交道 那当然是有利 利就是成本很低 但是你即将这个走向 社会的过程 这个跨度太大 这个成本可能反而会高一些 成本低 代价高 我也看到很多 这个社会的评论 那比如80以后 年轻人很迷茫 很浮躁 很盲目 那我觉得一个转型中的 发展中的社会 他的年轻人不迷茫 不浮躁 不盲目 那我非常确定 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一个年轻人 在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 很清楚 怎么解决 你看到一个什么公共事件 看问题很透彻 这么的理性 这么的不迷茫 那我觉得这个社会 简直是没有希望的 我不可能鼓励年轻人 你应该多迷茫 但我觉得问题是什么 因为年轻人现在 把迷茫本身问题化了 那么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怕 比如说我很爱吃辣的 我不怕辣 我怕不辣 一个道理 中式的迷茫呢 更多是被动的 就是说你遇到的问题 是来自社会的结构性矛盾 或者祖国在 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 给你所带的这种压力 可能日本的年轻人 这种迷茫 可能更多是主动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是很共同 可能这跟东方文化有关系 两国的大学生 年轻人都是比较从众 从众心理 这种一种populism 迎合主义 可能这点呢 我觉得不管是在北大 还是什么地方 都是比较普遍的 比如我在北大 很清楚地看到 大学生嘛 从全国各地过来的 穿的 长的 长的 都不一样 但是你毕业的时候 大家都好像是一个思维 比如一个北大 比如官华管理学员 用年轻话来讲 比较你这么一个学院 是吧 他们都愿意去高盛集团 麦肯西 你原来不是要搞艺术 当导演吗 你怎么变成那样子的 所以就是说 这是比较要命的 我觉得 今天可能大家都 缺乏一种自信 这点日本年轻人 中国年轻人都是一样 缺乏自信的时候 人家更容易从众 可能这点我还好 我虽然有很多很多 自卑的一面 但是还是很多 跟自己价值观 人生观相关的方面 我还是比较自信 所以我从来不跟别人比较 我经常 尽可能强调的一点 就是说 我就是代表我 我代表我个人 我觉得你做一个年轻人 你没有必要代表北京大学 你也没有必要代表江苏人 你就是你自己 我觉得年轻人首先 都从代表自己 你有你的价值观 你有你的观点 你有你的人生道路 你有你的就业的 这么一个走向 选择 抉择 这点跟别人不一样 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是鼓励年轻人 多尝试一些别的东西 因为你看日本中国都一样 上大学之前 实际上高中学 现在已经差不多 义务教育化了 那之前都是很被动的 就是被学习 你走向社会之后 你被烧毁 唯一大学这四年 是个青春阶段 青春等于自由 那大家现在 到了大学这个四年阶段 大家都很从重 上课 实习 找工作 搞事 忙事 等等 我觉得大家很医治 我觉得这是很要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就是说考上大学之后 能够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 能够找到自己的青春阶段 我认为年轻人应该只要疼 不要怕出问题 年轻人出问题 面临问题是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应该勇敢一点 年轻人在成长的路上 要有适应和学习的过程 肯定的 我也是 单关于 首先会装 我不会装 我永远不当演员 我演不了别人 我只能演自己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日本年轻人应如何变被动为主动 我觉得也经常痛骂 我国的同胞 日本年轻人明显知道 我们的国内市场是在萎缩的 不管是消费市场 生产市场 还是人才的市场 都在萎缩 但大家都越萎缩 越向内看 而不向外看 这点是日本最值得 向中国人学习的地方 我们很清楚 日本的历史上两次改革 一个是黑船1853年 一个是我们被开国 第二次是我们战败以后 被美国麦克萨 被他开国 都是被动的 第三次这次 两个因素 一个是全其化 一个是中国军 在这个时候 日本人还不往外看 这次我们的开国 我们说第三次开国 依然是被动的 非常不应该 所以我才会站起来向外走 我特别希望此刻的改革 此刻的开国 应该我们自己的问题 应该自己解决 不应该让外国人实在压力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个非常背道而驰的 这么一个生存方式 包括我们日本的媒体 都非常鼓励 年轻人应该出国 应该去海外看看 从海外的角度去 观察祖国 所以我现在做的 观察中国反观日本 是吧 那为什么是中国 那我接下来很有可能去美国 因为对日本来讲 美国和中国的影响太大了 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18岁出国 我非常被动的情况下 选择中国向东走 我认为这是一个 我人生当中 应该是最正确的选择 我不相信 以后才能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不相信 当时就是说 时机很成熟 环境包括条件都比较成熟 哪怕是被动 所以就是说 这个是我认为 我跟中国的这种 渊源 有缘分 是命中注定的 我从来不相信那种 什么水 什么星座 我从来不相信 我不明信 我就是相信两点 一个是 你有没有努力 我说汗水 是吧 水汗 第二 命运 我就是相信这两点 虽然依然在路上 但是 通过这么七年 所明白的一点一点道理 和常识 所以呢 我还是 在这里呢 我代表个人 还是感恩中国 好 年轻人为什么都去考公务员 在这么一个年轻人 不好找工作的时候 大家 从一个自保的 这么一个被动考虑 去考公务员 那这是个正常现象 比如说北大的这个 学生 保研 考公务员 这是一种自保 日本年轻人是那样的 比如很多年轻人 就是觉得对未来不安的 如果考公务员的话 可以自保 可以给自己的未来铺垫 是吧 考研也是个buying time 拖时间 这个这么一个拉拖的 这么一个策略 我觉得是 在日本年轻人当中 确实看到 而且这个日本人呢 他有一种 非常牢固的一种惯例 就是说 比如东京大学法事部 应该说在文科里 是最高的 东京大学法事部 在他们的意识形态当中 当官是赢者 不当官就是输者 这么一种传统的这种意识 我把它当成是意识形态 非常的严重 所以那就是说 在日本当官 就是说不管是 经营商务部也好 外交部也好 当官本身变成一种 很神圣的一种东西 我对此是始终在批判 是我个人而言 那我当然 我当时也是 对一些有关部门 是吧 邀请 那当然我曾经想过 你要不要去外务省 当外交官 那今天不是 光靠外交部 外务省来推动 对外政策的时代 我们也需要 民间的外交官 就像福恩爱那样的 他的这种 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那比手上什么的 已经有影响多了 那他难道不是外交官吗 所以我觉得 因为比如我们的外务省 跟中国的外交不一样 你第一年进这个省厅 第一年打字 拷贝 领领到了包 这个事情 不是我也能做到 在日本 比我听话的人有的是 当官谁要听话 装不知道 装没听到 装不知道 当官手上会装 我不会装 我永远不当演员 我演不了别人 我只能演自己 所以呢 就是说 我不当官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 因为当官别人能做 我相信我也能做 但有很多事情是 只有我能做 别人做不了 那我觉得 我作为一个 有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 就是分配 合理的分工 何况 日本社会是 正在结构性的老龄化 那就是每个年轻人 都首先意识到 你的优势在哪里 尽可能地避开这种重叠 重复的这么一个劳动体系 这是我对你一个年轻人 最基本的社会责任 那我说 为什么不当官 那人的领包 我能做 但这东西 不是我也能做到 所以我不做 这是我不去外衣物 唯一理由 在日本哪种男人 最不受欢迎 在日本 最不受欢迎的男人 是什么人 富二代 最不受欢迎的是富二代 当然富二代没能力 就是靠爸妈的 那肯定解不了婚的 所以日本的女性 是不会选择 富二代 绝对不会 如果我是女性 绝对不会 那富二代 是最不靠谱的 你说呢 因为你这个人 是完全靠父母的财产 父母的声望 那父母的这种文化水平 来谋生的 这人有魅力吗 肯定没魅力 如果这女性 有正常思维的人 我知道是 肯定是不靠谱的 至少在日本 富二代就是圣男 圣男 富二代等于圣男 在日本 在日本 我觉得这是正常 应该的 那官二代呢 大概是这样子 在日本呢 官二代和官二代 之间结婚 这种情况非常多 富二代只能跟富二代结婚 对吧 冰二代只能跟冰二代结婚 这个是特别典型门当户罪 我是农三代 农三代 我也可能找对象 也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农三代比富二代好啊 肯定比富三代好啊 因为人不管什么二代 包括那些所谓的政客 都是这么一个继承的过程 他们呢 很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 所以只能从一个同群人 就是同类 当中寻找对象 但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于社会是很不利的 因为社会呢 肯定是 除了你的社会地位之外 还有你的能力 你个人的魅力 包括你的这种 就是说魄力 等等等等 很多 因为人嘛 是个多面的动物嘛 所以我觉得就说 我刚才认为 从一个正常的社会发展 健全的社会发展 走着来看 一个A层的人 和B层的人 跟他结婚 C层的 D层的人结婚 慢慢慢慢地去 促进社会多样化发展 我认为这是 应该是最全面 最健康 最良性的这么一个循环 如果有钱人就是跟有钱人混 没钱人跟没钱人混 这样的话 贫富成熟会不断地拉大 这对社会发展 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 这点可能在日本面临这个问题 我女性 不要过多地高估富二代的力量 我觉得我对富二代的印象 就是胖 就是胖 我说胖不仅是身体的 整个人的状态 都是一个膨胀 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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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变成堕落了